我們接下來終於要進入到有機物的世界了 我們要介紹糖類 我們在暑假的時候好像已經補充過 有質邊的糖跟米質邊的糖的差別 有質邊是一個半稱 糖類由碳激氧組成 通常本質是寫成這樣 所以叫做碳水化合物 但這個名詞會誤會 不是碳加水形成糖 其實應該是二氧化碳跟水結合 然後再丟出一些物質才形成糖的 糖是光合中形成的 並不是碳加水 它是我們能量的主要來源之一 一公二四炸糖 國中就講了 細胞幣的成分也是它 細胞幣是多糖 糖類可以再分為單糖雙糖或多糖 有人會把這個雙糖多一點 叫做寡糖 就是數量不多的叫寡糖 那單糖我們很快再學過的東西 單糖看你的碳元素有幾個 如果只有三個碳叫三碳糖 五個碳叫五碳糖 六個碳叫六碳糖 目前還沒叫三碳糖 所以我們先跳過三碳糖 以後就會學到了 五碳糖就五個碳元素 我們目前學的是核糖跟去氧核糖 核糖去構成RNA 去氧核糖去構成DNA 所以你看它的中文名字 為什麼RNA叫核糖核酸 由核糖所組成的核酸 DNA叫去氧核糖核酸 由去氧核糖所構成的核酸 這個我們在暑假就講過了 所以去氧核糖這四個字不要斷 去氧核糖是一種糖類 不要發音成去氧核糖核酸 要唸成去氧核糖核酸 核酸才對 好那另外一糖呢 分子四周四六一十二歸六 包含這三個很常見的單糖 那我們就不再解釋 功能啊性質啊都是高一的內容 那我們來看看高一要講什麼 來了我們許宗生物要講的是這個 以葡萄糖來講 它有一些結構上的差別 好你指一看這個圖 這邊有個OH基 對講OH基你們叫它什麼 純基 因為像純OH、乙純OH 有人會叫它純基 你們有沒有聽過槍基 你們是不是叫它槍基維多 槍基這麼顯 這樣子啦 這你們都知道原因 這是氧這是氫 一個氧一個氫 所以有人叫它純基 有人叫它槍基 其實都混用了 看你們華小師怎麼說 他的說法當然比較專業 好那我們就來看這個圖 你現在兩個槍基都朝下面 朝向同一側 叫做阿榜葡萄糖 如果一個朝向一個朝上 方向不同的叫做β葡萄糖 治療的葡萄糖是可以轉換的 又有效物催化 是可以轉換的 那我們先介紹 葡萄糖依據取兩側 就是1號碳跟4號碳 槍基是同向的還是反向的 分為α跟β 葡萄糖我們就說糖類它們有碳鏈 碳鏈是有順序號碼的 所以這叫1號碳 這叫2號碳 這叫3號碳 這叫4號碳 這叫5號碳 然後6號碳在外面 這個我們在暑假期也講過了 按照編號編下去 好的 我們的α跟β葡萄糖先調到這邊 我們再往下介紹 我們的雙糖是兩個單糖核在一起 脫一分子水 所以分子是寫的C12H22O11 這些都是常見的雙糖 各有哪些單糖組裝在一起 我們就不再追溯了 高音就講過了 好 這叫脫水反應 脫水合成 那反應如果向上 就叫做耗掉水而分解 叫水解 所以脫水跟水解是兩個方向相反的化學反應 脫水合成 水解分解 脫水是同化作用 水解是液化作用 這是高一課程 這不是我們高 許舊生物的 那寡糖就是少數的糖合在一起 所謂的少就是幾個 大概20個以內都可以叫寡 那例如什麼呢 我們的紅玉球表面 有一些糖蛋白 它上面會有一些寡糖列 就是一個糖、兩個糖、三個糖 可能還有本質 就是少數的糖形成的短鏈 叫寡糖鏈 寡糖鏈現在被發現越來越重要了 它跟我們的A、B或血型的抗原有關係 為什麼是A型寫B型 或是AB型或O型 跟你紅玉球表面的那些抗原有關 A抗原就是A型 B抗原就是B型 AB都有就是AB型 兩種抗原AB抗原都沒有就是O型 O就是這一種 沒東西的意思 這個寡糖我們之後會教 我們就大概點到 原來寡糖也可以作為 辨識血型的抗原的 那植物的果寡糖 你是數個果糖核在一起 你沒有辦法分解吸收 幫助你腸胃乳動 所以很多的健康食品都會號稱 我們添加了果寡糖 幫助你腸胃乳動 甚至還有減肥功能 就像號稱這樣添加 以上是寡糖 那如果是多糖的就是更多 通常是上百個以上的 單糖核在一起 那有些多糖叫儲存性多糖 添粉跟甘糖是儲存起來的 那也是形成結構 像我們以前學過的纖維索菌質 這些細節高一也都講了 我都不在這裡說 只是我想要補充一點 我們常說有字編的糖是泛指多種類的糖 合成的集合 為什麼甘糖是用有字編 你會發現現在的教科書比較新的 都是寫有字編的糖當作甘糖 因為甘糖不是只有一種 你可以想像如果一個甘糖是 比如說200個甘糖合在一起 它的結構會一樣 有些是這邊分枝 有些是那樣分枝 它的分枝結構不同 所以每一個甘糖分枝都長得不太一樣 那就不是同一類糖 同一類糖是指你的分枝結構一模一樣 所以不同的甘糖都有不同的分枝狀態 它就是不同的樣子 這些全部都叫甘糖 是不是就是很多種糖的集合 所以甘糖要有這邊的糖 比較專業 但是你們去看外面的榜間書 或是大學用書 有些就是混用 那就是不專業 所以各位希望你們了解 有字編跟米字編糖的意義之後 你在表達書寫時盡量追求專業 這樣就覺得你很厲害 你的字的使用非常精準 這是多糖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看所謂的儲存性多糖 包含了直煉澱粉 包含了脂煉澱粉 包含了甘糖 這些都是澱粉或是甘糖 都是所謂的儲存性多糖 直煉澱粉跟脂煉澱粉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來看圖了 這可是高益就沒有的東西了 我們現在看直煉澱粉 比較好消化吸收 因為結構很簡單 它長得直直條條的 我們看一下 你會發現一件是OHG在這 OHG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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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全部都是 ABA葡萄糖 新成的 ABA 那為什麼我照在下面呢 因為兩個OHG 這邊是OO 這邊是OH 脫水形成一個O在中間 所以這些都是由ABA葡萄糖 OHG都朝下面 都朝下面 都朝下面 所謂形成的直煉 我們叫做直煉澱粉 我們在描述直煉澱粉的時候 你們看好我的描述方法 在這邊 叫做ABA1至4 什麼意思 1號碳連4號碳 1號碳連4號碳 所以這個包含裡面的1、4 是指幾號碳跟幾號碳 之間形成間解 所以前面ABA就是 ABA葡萄糖 與ABA葡萄糖 1號碳跟4號碳形成間解 就形成直煉澱粉 那直煉澱粉 除了之前的直煉澱粉之外 這邊出現另外一個間解 叫做ABA1跟6 這邊是6號 這邊是1號 所以1號跟6號之間 又形成間解 除了 1、4、1、4之外 還多了一個1跟6 所以它分支出去了 所以直煉澱粉 其實是在直煉澱粉的基礎上 出現了分支 分支的間解是α1、6 直煉的一般的間解是α1、4 所以直煉和直煉一樣 都是α 直煉都是α葡萄糖 形成的線性結構 只是直煉澱粉多了一個策煉 策煉連結是1連6 一般是1連4 那什麼叫做結構性多糖 就是你沒辦法分解吸收 它形成細胞或是身體的結構 那我們先看纖維素 這個最有名的 你看它的結構是β1、4 OHG朝上、OHG朝下 OHG朝上、OHG朝下 它一開始走的葡萄糖 不是α,是β 所以它所形成的間解 就跟一般的澱粉不同 它有時候朝上有時候朝下 所以你身上的澱粉酶 可以分解澱粉 因為它可以辨認 α葡萄糖跟α葡萄糖之間的間解 但是β跟β的間解 它認不出來 就沒辦法分解 很誇張 明明很像啊 只是角度不同 我們的酵素就不認識 所以有時候一個分子 微微的差別 就讓它的性質有很大的差別 那這就是纖維素 它是β1、4 也是1連4 但是它的結構是β 其實的間解就有時候朝下 有時候朝上 有時候朝下 有時候朝上 然後變得很長 那你的酵素沒辦法分解 這叫做結構性多糖 可能有八十幾條再離在一起 然後這一條這一條 好幾條好幾條好幾條 中間又有氫件相連 氫件是弱件 但是聚殺成它 形成很密的纖維結構 這就是結構性多糖中的纖維素 好我們先說到這邊 剛剛最後講的是結構性多糖 為什麼它不容易被分解 你要知道結構性的意思就是 不容易被別人拆掉 它必須要大部分的酵素 沒辦法辨認 那它就出現了β葡萄糖 用β葡萄糖形成一式間解的方式 來做連結 這樣子的話呢 絕大部分的酵素 是沒有辦法辨認的 那有沒有專門辨認纖維素的酵素 當然有囉 還是有生物以纖維素為實 那我跟大家講一個事實 哺乳類動物 我們是沒有纖維素分解枚的 所以哺乳類動物吃草吃木頭 你是不能消化的 但是你肚子裡面會有共生微生物 幫你消化 所以牛羊草 牛羊 馬 兔子 牠們吃草 牠們肚子有共生微生物 幫牠們分解纖維素 那牠們的共生是微生物怎麼來的 由媽媽提供 那媽媽怎麼給牠的 各位 你們有沒有養過兔子 養兔子要特別注意到 你不能直接 剛出生的小兔子帶回去養 養不活的 小兔子出生之後 牠要吃媽媽排出來的 一群軟軟的大兵 那很重要 烏尾熊也會排軟軟 給小烏尾熊吃 你不要說 好噁心 你不要吃媽媽的大兵 就阻止牠吃 糟糕了 那可是牠們母子母女很重要的交流 牠要把牠的菌種交給牠的小孩 孩子啊 吃了我的大兵 你人生就 就食物可以吃了 你吃了之後你就有菌種 所以必須要有這個動作 那跟狗狗吃大兵 又是不一樣的事 小狗幼犬吃大兵 是因為小狗的消化吸收還沒有健全 牠吃下去的食物 沒有辦法完全消化吸收 所以大出來之後大兵還有富含養分 怎麼辦 不要浪費嘛 再來一次 再吃下去然後再重新消化一次 通常是這樣 那長大之後消化系統健全了 通常就不再需要吃剛剛大出來的大兵 再加上現在的醜物犬都是營養過剩 它也不需要吃各多的養分 因為已經夠胖 這是結構性多胖 好了那我們來看幾個示意圖 這是脂煉澱粉 這是類似脂煉澱粉 那如果這個脂煉澱粉的脂煉特別多的時候 就是甘糖 所以甘糖其實跟脂煉澱粉很像 只是甘糖的脂煉更多更密 所以它的分解速度會比較慢 澱粉不論是脂煉還是脂煉 都比甘糖容易分解消化吸收 分解比較快 我們是不是在暑假講過這個故事 所以吃米飯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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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攪 就覺得甜甜的 咬雞腿要咬比較久才會有甜味 因為甘糖分解會比較慢 那如果今天是以β14的方式 連成這個長條形 而中間又有青劍相連 這時候就是纖維素 有很多很多條巨砂成長變得好厚好厚 好多好多的這些小小的纖維連在一起 就是纖維素,纖維素比較硬 好,那我們剛剛講完了纖維素 纖維素是非常有名的結構性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另外一群 就是幾釘子和甲維素這一群 那這什麼呢 這類物質它的基本成分都叫做葡萄糖 葡萄糖胺,這等一下我們會介紹 這類物質被有些實驗發現 它可以降膽固醇、降血脂、促進免疫功能 而且我們對它不會排斥 所以如果你把它當作縫線 或是你收的那個醫療材料 你的身體不會供給它 它就被慢慢分解吸收掉 所以很適合做敷料、縫線 所以很多的公司、很多的那些藥廠 就在研發這些醫學浩產 有市場,不然以前你縫好 受傷了,我做縫起來 縫傷口的動作 一個人幾個禮拜的時候 要去拆線 對不對?現在很多是 誒,不用回來啦 就回去啦 因為你的那個線 它會自動被你傷口吸收掉 你不會排斥它 甚至把它吸收掉 不是很方便嗎? 甚至這樣的膚料 會讓你的皮膚幾乎沒有傷口 那我們看看葡萄糖胺 這個物質是小分子 它可以溶於水 溶於水之後的溶液很滑 它是我們關節的潤滑液的主要成分 所以葡萄糖胺通常是賣給誰? 賣給關節退化、潤滑劑減少的老年人 所以一大堆的商品在賣 我們這個富含葡萄糖胺 甚至有些產品 號稱抹在關節 就被關節吸收 老先生說可能嗎?問號 不可能 我們身上有角質層 角質層最厲害的就是防水 連水都進不去 你覺得葡萄糖胺進得去嗎? 所以這個新聞一出來之後 罵生士氣 這明顯是在騙人的 為什麼罵生士氣? 因為代言者 沒有一個代言的人 他是這方面的專家 然後隨便罵 我們找到就好 不要講太多 葡萄糖胺 好啦 它也是軟骨西化的成分 它也是我們的關節潤滑液的成分 那什麼是幾釘子? 什麼是假個數? 我們就跳過文字 看圖說故事比較快 請各位先看右下這個圖 什麼叫葡萄糖胺? 這就是1號碳2號碳3號碳4號碳5號碳6號碳 5號碳6號碳 5號碳6號碳 這不就是葡萄糖嗎? 好,我把它擦掉 這就是葡萄糖分子 只是其中一個過程機 從OH變成NH2 從槍機變氨機 那葡萄糖加上氨機 就叫它葡萄糖氨 就它啦 或叫氨基葡萄糖 好,看起來念什麼 因為通常打廣告字不要太多 因為氨基葡萄糖 是不是聽起來很化學? 民眾不喜歡聽那麼多化學物質 是化學物質是不是有毒? 是不是讓我怎麼樣怎麼樣? 這什麼? 葡萄糖氨聽起來比較好聽 氨基葡萄糖 化學物質 所以一般我們在民間 在講這個物質的時候 都叫它葡萄糖氨 聽起來比較不商人 就是氨基葡萄糖 你們知道這個典故嗎? 就是 有一個森林遊樂區 它貼一個公告 請大家不要跨界進來 因為我這邊定時會噴灑氧化氫 請不要靠近 很多人說氧化氫有化學物質 大家不要靠近 就是它定時會噴水 所以大家知道 有些民眾他沒有化學不夠清楚 他看什麼化什麼 或什麼雞什麼 好可怕喔 對不對 氨基葡萄糖 就不是一般的葡萄糖 好可怕喔 有氨基耶 可是這樣葡萄糖安達都能接受 好那我們再看畫面的哪裡 看這左邊 我換個筆顏色 好 請看這一個 好 你看喔 這是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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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是以 往上往下 往上往下 以β葡萄糖 用E4的方式連在一起 這個宽然基是OH 就是腔基 這就是我們剛剛學的先回素 β葡萄糖相連而成 但如果這個OH基 我改成氨基 由葡萄糖安 形成的這個多糖 就是甲殼素 就是我 螃蟹蝦子外骨骼 昆蟲外骨骼 除了幾釘子 有甲殼素 但如果這個甲殼素的氨基 我再多架這個 這個叫乙溪 所以是整個宽然基 叫乙溪氨基 我們就叫它乙溪氨基葡萄糖 由乙溪氨基葡萄糖 再形成的聚合物 就是幾釘子 所以幾釘子跟甲殼素很接近 它們都是氨基 只是氨基有沒有在變化 變成乙溪氨基 還是只是純氨基 那如果這個氨基或乙溪氨基 改成OH基 就是纖維素 所以一路看起來 好像 所以纖維素 甲殼素 幾釘子 都是結構性多糖 它們的性質很像 只是這邊多了氨基 有什麼特別呢 一般的鮮溪素沒有含氮 所以燒起來 就是一般燒紫的味道 但一旦它含氮 燒起來 會有氮的味道 會有別的味道 講到這裡 大家 你們吃過烤香菇嗎 你們吃過烤蝦子嗎 烤過的蝦子殼 跟烤過的香菇 聞一下它的氣味 好香喔 幾釘子 跟甲殼素 經過高熱之後 會產生一個特殊的香氣 但是鮮溫素就沒有 就比較沒有 所以 我跟他講是因為 這就是為什麼 烤蝦子 炸蝦子 烤香菇 炸香菇 烤蟑螂 炸蟑螂 會美味可口的原因 所以 總叫葡萄糖胺 由葡萄糖胺 聚球而成的甲殼素 那如果這個 這個官能器改成 乙烯胺基 那就是幾釘子 它們很像 好 最後介紹這個 多糖類 多糖類 多糖類都是 以葡萄糖為基準 而且是β葡萄糖 形成了E4 葡萄糖類 很難被分解 那這個葡萄糖 我可以改成胺基葡萄糖 乙烯胺基葡萄糖 好 現在這個更誇張 哪個顏色 這是什麼呢 這是葡萄糖 葡萄糖 剛剛所講的這個策列 要麼就是OH 要麼就是胺基 要麼就是乙烯胺基 我故意建立一個長長的多碳 什麼是多碳呢 就是胺基酸 胺基酸 胺基酸 這些都是碳件 所以這是個短短的多碳 OK 好 那這個是不是也是一個 葡萄糖的原件 只是它的策列是多碳 多碳葡萄糖 由這個葡萄糖 變成β 葡萄糖 形成一式結構 不是也是結構性多碳嗎 好 這個呢 比較特殊了 它叫做太聚糖 細菌細胞幣的成分叫太聚糖 所以各位有發現 所有的細胞幣 要麼就是細胞 要麼就是纖維素 要麼就是幾釘子 要麼就是太聚糖 它們的結構都很小 只差在它們的策列 是槍基 還是胺基 還是乙烯基 還是乙烯基 還是這個比較複雜的多碳 那既然是多碳 它就是有多碳 而聚合在一起的葡萄糖 就叫太聚糖 如果要翻譯這個太聚糖 應該要這樣翻譯 策列為多碳的葡萄糖 所形成的聚糖 或是策列為葡萄糖 策列為葡萄糖所聚合的聚合物 就叫做太聚糖 這樣翻譯 所以他們的結構都很像 以上這些結構性多碳 都是以β葡萄糖為基礎 形成的聚合物 差別只在β葡萄糖的策列 一般就是槍基 改變一點就是氨基 再改變一點以氏氨基 變得更誇張就是多碳 就形成太聚糖 細菌的細胞命 太聚糖 我們的糖類單就輸到這裡了